俄罗斯到克罗比亚时单推荐东道主光环能否延续比赛对阵,俄罗斯vs克罗比亚比赛时间,2018年7月8日两点比赛地点,索谢菲什特奥林匹克体育场俄罗斯近况,世界杯前有一赛表现差强人意的俄罗斯,充分利用了东道主的优势,小组赛令人信服的提前一轮出现,在与西班牙的比赛中,凭借一粒点球低平对手。 最终点球大战中淘汰强大的西班牙,作为世界杯历史上排名最低的八强球队,俄罗斯创造了历史,虽然实力不强,但用跑动和拼抢创造得分机会,来弥补技术上的不足,四场比赛进九球十五球,进攻能力不错,但其中八个进球,是对阵小组两支若宇打进,而对阵乌拉奎和西班牙两支抢队仅有一球入仗, 同时丢了四球,面对整体实力强又有冲击力的球队时不宜高估,克罗地亚近况,克罗地亚小组赛三战全胜出现,在与丹麦的淘汰赛当中,开赛不久双方就战成一比一平,此后在无剑术,点球大战 克罗地亚惊险战胜对手晋级八强,这场比赛也给各自军团敲响了警钟,在普密集防守方面,仍有待寻找突破口,当然没人会怀疑他们的豪华进攻组合,八个进球由六名球员打入,攻击点众多,而防守端表现也是可圈可点,四场比赛仅有两个失球, 攻守兼备的克罗地亚只要搭回正场,顶住主场球迷的压力,还是有很大机会全取三分,欧洲市场平均赔率3.53.12.20,主胜相对偏高,并不看好俄罗斯取胜,且后续赴赔一直呈下调趋势,亚洲市场开出克罗地亚让平板中滴水的盘口,且后续升至半球盘,盘口对克罗地亚非常有利, 本场比赛抗号克罗地亚顶住主场球迷压力,拿下最后一张四强入场券,胜负玩法推荐主妇,比分推荐0比2,1比2,防1比1,最后是实单推荐,预祝各位一片红火。